Slate Slate 后面的话 Slate是选取就查询的意思 后面的话就是哪些栏位 那我们有12个栏位 12个栏位你可以一个一个打上名称 或者是说你可以给他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指的是所有栏位 后面加一个Front Front 哪一个资料表 就是问题05 这样的叙述呢 也等同是把问题05抓过来 我建议你可以先用这个试试看好了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两个都可以试试看 如果用表格的话呢 就不需要前面这个 如果用SQL的话 就需要前面这些叙述 我们也先用SQL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应该还很好记得 网络上应该也都查得到 你只要查SQL语言教学 其实一定就有这类似的叙述 Slate 所有的Front 指标打错 哪个Table 中间一定要加空白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把那个所有查询 那个问题05里面的资料表 全部汇进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在截取当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资料全部汇过来 不过篮宽 好像篮宽不对 所以你可以在最后再加一个什么 自动调整篮宽 它就全部调好了 调好之后呢 那上面还有什么这个 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应该是筛选是不是 再把它那个功能给关掉 它这里面是自动加这个 油标放上去 再把筛选取消掉 因为它好像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这个筛选 OK 好 汇入完成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彩排过之后 这个时候呢 没有问题了 好 你就可以开始吧 开始录制了 那开始录制的话呢 就把刚刚的动作呢 全部再走一遍 利用什么 录制聚集 也许我们名称的话 可以叫做更新资料 底线资料库 也许我加一个名称 试别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是更新资料 是从云端 那今天的话是从X资料库 按个确定 好 一 游标放A1 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三 按Delete 四的话呢 游标再切回到A1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用刚刚的动作 资料里面的这个 然后去选到我们的来源 是我的目录 OK 你们自己去找你们自己的目录 我是放在这边 范例档里面 这个档 那记得 多一个动作 当然你如果按 直接按确定 其实它也会跑 不过我是建议 你可以看一下内容 定义的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它改Seql 因为后面如果要用 进阶查询的话 还是非得要用Seql 会比较好解决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Select 空一个所有的Stars From 哪个Table 好 按确定 再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 它栏宽不对 所以多一个功能 就是自动调整栏宽 那最后呢 它那个筛选状况 什么状况 自动调整栏宽 OK 然后最后的话会有一个资料 把它筛选移除掉 OK 然后完成之后呢 把这个录制据停止 再到聚集里面呢 会看到刚刚录的 那不过呢 录下什么东西 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应该录的啦 你把它打开来 那也许再来怎样 再增加 这个我希望把它删掉 再增加注解 那我的习惯是 一刚刚做什么 前面加一个单以后 我忘记了 OK 那二的话呢 再来就做什么 也许就是 第一步也许是 就是说选取 并且删除旧资料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做什么 做那个 从资料里面 汇入SS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两段位置 一个connection 这边是this object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它两段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那我有试过啦 我把上面这一段删掉 好像也没有关系 它会多一段 那等一下会教各位啦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动作先录下来 那待会我再教各位 细部的 怎么样再把一些 可能要的留下来 不要的删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